行菩萨道的过程 其实就是报众生恩的过程 也可以这样说 肯定过去是有因缘的 说不定在雪山上的人 过去很多事是他的父母 救过他的命 大恩 这辈子可能是报不了了 但是能因缘成熟的报恩 我们凡夫不愿意报恩 很多凡夫报恩的因缘很少 所以他业障就会很重 菩萨学习菩萨道 其实就是要报恩 菩萨很愿意去报众生 救拔众生 从事其实也是报恩 报恩某种意义上 也算是还众生的债一样 报恩 有恩就要有债 那就得还 我们是用报恩的心来帮助众生 那么这样的话 事实上也是欠他的情 那欠他的这个财 我就是亏欠他 因为要报众生恩 那么在报众生的恩的过程当中 然后慢慢地就解脱了 有些众生可能是 我们也不一定欠他的 我们对他的帮助 那他们就欠我们了 到时候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 他又会来供养我们 因为我们修道啊 有些时候是需要供养 能众生的供养我们 那我们行道 我们积累一些负责资粮 到时候你要修解脱道的时候 需要众生的供养 那这个供养也是你过去是行事善业 或者是修菩提心 来帮助众生积累的负责资粮 积累的负责资粮 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自修 闭关了 或者修解脱道呢 需要其他众生的帮助 也就是需要众生的供养 我们在闭关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众生的获持 衣食住行都需要众生来提供 那这个呢 我们就等于欠着 自己修成就的人呢 我们又来帮助他们呢 那又来报众生的恩 也是又喊过来 又来帮助他们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的 众生就是这样互相帮助 所以说呢 修布施呢 就是这样 我们要愿意帮助 愿意施神 在任何时候呢 就愿意去布施 做帮助众生的事情